大家好,欢迎来到小娟放异室,我是小娟 今天我们来讲一部犯罪片《告密者》 五年前,彼得出手教训几个挑戏妻子莎拉的小流氓 由于彼得曾是特战部队的老兵,伸手着实了得 没几下就把其中一人打成重伤,不治身亡 之后便坐了牢 机缘强和下,她结识了FBI女特工瑞卡 瑞卡希望彼得成为她的卧底,去捣毁波兰贩毒集团 集团老大被称为将军,她掌握着纽约大部分的毒品市场 很快,彼得在瑞卡的帮助下,只在监狱里待了五年 就成功从里面保释出来了 只要彼得能够掌握将军的犯罪证据 那剩下的刑机也会同时被免除 经过彼得一系列的努力,很快打入了他们内部 这天晚上,她也在做最后的准备 明天一早,她要和将军侄子碰面 然后一起去将军的制毒工厂 瑞卡这边也将最新的监听设备放在她身上 只要能录到关键证据,那么这事就算成功了 不过,彼得深知此去,求死一生 所以她对莎拉千叮万主 如果明天下午一点之前还不见她回来的话 就赶紧带安娜离开 刚开始进行的都挺顺利的 后面还有瑞卡等人自己保护她 可中途,将军侄子不知从哪找到了一个买家 据说还曾在彼得待过的监狱里服过刑 非要把车上带着的毒品去和人家谈生意 可是对方一听到有六公斤时 却说自己没准备那么多钱 双方一来二去的尬聊了一会儿 彼得很快就发现买家对监狱里的事压根就不清楚 她立刻就断定了来人必然是警察 为了不让她和FBI的计划出差错 她立马暗示这个警察赶紧闪人 可对方立功心切 加上脑袋进水 死活就是不肯走 在彼得推她出去的时候 她甚至气急败坏地掏出了手枪 立刻就表明身份说自己是纽约警察 将军侄子也是个愣头巾 在背后直接开枪就把警察打死了 要知道击毙了警察 那事情可就大了 彼得慌了 赶紧发案好 希望瑞卡前来搭救自己 可没想到瑞卡不敢担责任 马上溜了 彼得内心气得直骂鸟 但她也只能被迫和他们一起处理了警察的尸体 接着他们一起去面见了将军 将军在教训了一通侄子后 让其他人都出去了 他直接和彼得摊牌 现在死了个纽约警察 他们的生意就要毁了 为了不断他们的财路 他有了一个新计划 那就是让彼得回到监狱 站稳脚跟 把那里的毒品生意彻底接盘 他把这些错统统归结到彼得的身上 因为彼得没有阻止将军侄子 同时 也是将军侄子从警察的枪口下救了彼得 遇见于理 彼得都应该敢戴得的同意这事 况且彼得丝毫没有拒绝的余地 因为莎拉母女早已经被将军的手下给控制了 最终 他也是好无奈的答应下来 在他们的监视下 彼得和妻子女儿回到了家里 另一边 纽约警探爱德华也出动了 死的那个警察是他的好友 这事他必须得查到底 很快 他通过监控及线人方面开始了调查 彼得这边也和瑞卡趁夜色偷偷见了面 来的人还有瑞卡的上司吉斯 彼得此时万分担心家人的安危 他已经做了自己所能做的一切 事情到了这地步 他不想再做下去了 可是吉斯和瑞卡则翻脸不认人 如果彼得不去监狱继续卧底 从那里拿到毒贩们的名单 那么他不仅要在监狱继续服刑15年 加上协同杀害警察这事 估计终身监禁都有可能 为了家人的安全 彼得再次妥协了 只不过他每次和瑞卡见面都会录音 这也算掌握证据 避免他们羡慕杀驴 他让瑞卡联络监狱长 给自己安排后勤工作 还要在监狱进行毒品踏清扫 方便他垄断市场 接着他回到家中 却发现将军等人 已经在他家等着他了 按照帮派规矩 每个省员做大事之前 老大都要到他们家一起吃个晚餐 既是对他们的关照 也是对他们的警告 没什么比威胁彼得家人的生命 更能让彼得心甘情愿 为将军卖命了 第二天 当女儿出门玩耍时 彼得和莎拉在家中 演了一场家暴大戏 违反了他的假式协议 很快 警察来了 把他带走 关进了他之前的监狱 监狱科长非常殷勤地 带他来到了牢房里 科长其实就是监狱里头号蛀虫 他深知彼得是将军的人 他小声警告彼得 在这里不管做什么 都要按照他的规矩来 而彼得也顺利地进入后勤工作 监狱也迎来了彻底的清扫 另一边 爱德华也来到瑞卡的办公室 当着他和吉斯的面 说出了自己的调查结果 他发现彼得之前保释的记录 被人篡改过 这很可能就是瑞卡洞的手脚 而那个警察被杀的现场 彼得也正好在门口 更有趣的是 瑞卡的车从现场经过 这一切绝对不是巧合 说完他就潇洒地离开了 此时吉斯深感不安 他单独和瑞卡密谈 最后爱德华还找到了莎拉 希望他能提供线索 原本他认为 杀害警察的凶手就是彼得 可现在FBI那帮家伙和这事有牵扯 就让他不得不再三思考了 可是这几年来 彼得被FBI各种折腾 莎拉已经不再相信所谓的警察了 爱德华只好把联系方式留下就走了 不过爱德华转头就来到监狱 通过一个犯人和他进行了对话 他告诉彼得如果想活命 就得和他合作 彼得还没弄明白咋回事 就被科长带到了教堂里 原来他在监狱卖货 惹怒了其他帮派 就在他即将被吊死的时候 彼得不得已说出了自己就是告密者 他就是将军派来搞事情的 但他同时还要和FBI合作 只要他们能把将军在监狱的毒品分配链告诉他 那么将军就彻底完蛋了 他们也能放心大胆的在这贩毒了 可是带头的表示 如果彼得能活过三小时 他就会把将军的分配链告诉彼得 最后彼得拿到了分配链名单 可是让彼得万万没想到的是 由于爱德华去监狱调查彼得的事情 被吉斯知晓了 吉斯担心事情败露 就让瑞卡放弃彼得 虽然瑞卡不想这么做 但吉斯威胁瑞卡如果不照他说的做 那么瑞卡就会背上帮助杀人犯出狱 接同他杀人的种种罪名 而他会对高层表示 这一切自己都不知情 完全都是瑞卡一个人自作主张 在权力的压迫下 瑞卡只好从命了 监狱里的彼得虽然得到了分配链的信息 可当他把资料交给监狱长的时候 却没有得到当初说好的住单间的机会 他马上打电话质问瑞卡 可瑞卡却迟迟不述一句话 彼得这才明白了自己要凉了 他赶紧打电话 让莎拉将内线录音带交给爱德华 可瑞卡早就发现了莎拉的不对劲 一路尾随 并把录音带都给拿走了 在车上瑞卡听着自己对彼得做出的保证 内心也是十分的痛苦 而莎拉这边处境也是更加危险了 由于彼得这边暴露了 将军侄子带人将莎拉母子绑了起来 打算一把火烧了这里会是灭迹 幸好此时爱德华赶来击毙了其中一人 不过他也被将军侄子偷袭受伤 就在他即将被将军侄子KO的时候 莎拉挣脱了束缚 从背后开枪打伤了将军侄子 可他也被打中了肩膀倒在地上 爱德华趁机躲枪击毙了将军侄子 输回监狱这边 彼得即将大难临头 当他回到牢房里突然被一个大汉偷袭 经过激烈的搏斗他终于脱险 监控室也发现了不对劲 立马拉出警报 等到科长赶到的时候 彼得立马打伤科长 用刀子控制科长将其作为人质 一路开门来到了顶层 寻求脱身的办法 很快他在顶层发现了很多燃气罐 于是他想到了一个完美的脱身计划 他先是通过观察狙击手可能出现的位置 测算了他们打中罐子后的爆炸可能性 然后抱着科长来到窗边 让狙击手看到他和科长不同着装打扮后 计划就算成功了一半了 此时他也通过科长的手机 得知沙拉母女平安无事 选择的那颗心也终于落地了 他将自己的衣服和科长调换之后 又将科长给叫醒 当科长醒了 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找他报仇 彼得故意让他勒住自己的脖子 也不还手 反而是拼了命的移动到窗边 当狙击手确定了目标后 他将负责指挥的吉斯 询问是否开枪 吉斯正巴不得彼得早点消失呢 立马果断的下达开枪命令 随着科长被击毙 子弹也同时打中了燃气罐 一声爆炸后 大火立马蔓延屋内 彼得则赶紧躲藏好 虽然受了伤 但总算性命无虞 还被救护队误认为是科长 给抬上救护车 不过瑞卡却认出了彼得 他也跟着悄悄上了救护车 其实他这么做也是想为自己的过错弥补罢了 有他的帮助 彼得很快制服了随行人员 并且成功逃走了 至于吉斯这个没人性的 自然没好下场 瑞卡将录音当作证据 交给了相关部门 还录下了吉斯亲口招供的录音 吉斯被司法部门带走 即将接受审判 过了一段时间后 彼得约莎拉在广场见面 彼得从人群中看到了埋伏的警察 此时爱德华悄悄走过来告诉他 瑞卡暂时摆脱不了跟着莎拉的警察 希望彼得能暂时消失一段时间 等到风平浪静了 他就能和莎拉见面了 彼得也只好无奈的同意了 随后他和莎拉深情的对视一眼 悄悄离去了 而莎拉也无法抑制内心的感情 默默的朝着彼得离开的方向 流出泪水 那些监视的警察 这才意识到不对劲 最后还是没有找到彼得的身影 好了 影片到这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记得点赞订阅关注我 转发这个视频 让更多的人看到 我们下期见